2008年跨年晚会上 谢娜一句口误 让本就看得不顺眼的李湘哭笑不得 在七年倒计时结束后 大家本该一起说出Happy New Year 可谢娜张口就是一句Happy Birthday 欢呼声都盖不住她的尴尬 如果说这只是一次口误 那大家对于谢娜或许还不会有这么大的恶意 但接下来这些片段 或许足以证明谢娜的主持功底令人堪忧 2012年的金银鞋商 台下坐着一众圈内前辈 其中不乏白言松 杨兰这样的大咖 也不知道她是为了彰显基地区的人设 还是故意要活跃现场氛围 直接来了一段无脑花言 很难想象 这样的获奖感言 竟然出自湖南台主持一姐的口中 不仅没有活跃气氛 甚至让人感觉到被冒犯了 无度有偶 2014年的金银鞋 谢娜再次上演了名场面 她和央视名嘴康辉搭档主持 如果提斯气坏了 身为主持人要以不变定万变 谢娜思作聪明地表示 就是开始编 康辉此时无奈地笑了笑 但还是很耐心地跟她解释了一通 当康辉提到 如果场外记者断线该怎么办 谢娜再次灵机一动说 那就开始演 康辉彻底忍不了了 我发现我跟她没反法 没有了何炯为她解围 台上的她就像一个小丑 也因为这件事 谢娜一直遭受的嘲讽 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息 这一片段 让多少观众血压飙升 这是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场 谢娜丝毫不留情面 当众对着海涛发飙 张杰健壮 赶忙捂住谢娜的嘴 因为海涛中途上厕所 让在场的嘉宾在太阳下等了一会儿 谢娜立马坐不住了 当场开始怒骂 人有三级 怎么连上个厕所都不行呢 现场那么多嘉宾 没有一个人抱怨 只有谢娜一个人 抓着海涛就是劈头盖领一顿吗 这让海涛十分委屈 上个厕所不过几分钟的事情 其实没有必要让彼此都下不来台 况且二人身为多年的搭档 竟然连这点面子都不配合 此时 张杰立马过来捂住谢娜的嘴 她才终于消你 但是谢娜的怒火 还是没有彻底消退 在大家准备拍大合照的时候 谢娜又开始数落海涛 众人纷纷劝解 谢娜依旧不依不朝 此时的张杰作为一个中间人 疯狂地在两人间进行调解 真是为难张杰了 看到两人吵得没完 节目的进度已经被耽误了不少 一旁的导演也在不停Q流程 最后连嘉宾们都已经不耐烦了 你们新闻联播这边可以这样遮一点吗 我觉得你的字典里可能没有端庄这两个字吧 在录制新闻节目的时候 汪涵特意嘱咐谢娜要严肃正经 千万不要开玩笑 没想到谢娜一上来 就把汪涵的话忘得九霄云外了 让旁边的女主持非常无语 除此之外 谢娜的迷惑行为还有很多 她在节目上跟包文静借了三万欧元 却还给人家人民币 而谢娜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得不妥 还反过来吐槽包文静不会做人 我觉得把包文静实在是太计较了 要我都不好意思提醒 我就说已经收到了 接下来谢娜凤凰输出 将包文静的罪行一一列出 乍一天啊 以为包文静就是个爱才的事一样 不仅如此 谢娜曾在和国际超模西梦瑶同台时 直接上手打了对方一巴掌 事后光谈好心帮谢娜行为 可是没想到谢娜语出惊人 她本来是想搭在梦瑶的肩上 结果呼在别人脸上 走 我就是要呼她的脸上 当岳云鹏谈到女儿时 有点动情 也有点等业 谢娜一直在一旁倒乱 我问她喜欢什么 她说喜欢音乐啊 我就给她抱了一个小提醒 别的我没有抱任何 就让她开心 就让她快乐 你女儿不快乐 我跟你很快乐 我就想让她快乐 我觉得你哭了 看到一脸认真的岳云鹏哭了 谢娜不是第一时间安慰 而是在一旁大笑 加油 不要把她在家里 谢娜这样的行为 真的不会伤人自尊吗